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日前某平台举办818新潮好物节活动 从8月1号至8月18号期间 超多明星齐聚直播间轮番上阵 与品牌商家一起带来购物狂欢 其中预告海报中 网友眼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 那就是肖战 据海报显示 8月11号下午开始 将由央视主持人以及重磅嘉宾 一起直播这个场次 从前以来看 分别是尼格买提 撒贝宁和肖战 这个阵容却是太惊喜了 直播这个行业是从去年疫情 被彻底带动起来的 当时为了助力企业复工 四位央视主持人 康辉 朱广泉 撒贝宁 尼格买提一起组合央视boys天团 在平台上直播带货 效果直接乍翻全网 手上直播便卖货5个多亿 网友们在主持人有梗的笑点中 将直播当成综艺来看 言归正传 此次平台新潮好物节 居然请到了尼萨组合 以及潇洒组合 C位就是撒贝宁了 说起撒贝宁和肖战 两人的缘分相似于一档 综艺 明星大侦探 这也是潇洒CP的来源 作为明星大侦探 第五季的常驻嘉宾 撒贝宁算是节目的灵魂人物 更是智慧与推理的担当 在第五季的最后几期 对于新人肖战更是关爱有加 先是夸赞肖战颜值高 本来让公司派一个颜值高的 没想到派了一个超标的 接下来还大玩 潇洒的吸引梗 给撒潇与肖战 重新定义名词 场面一度失控 让本来有些拘谨的肖战放松了很多 肖战节目中叫做潇洒 洒车长说不合适 潇洒和小洒走出去 粉丝会洒洒分不清楚 后来肖战还参加了综艺 经典永流传 与萨老师又见面了 一曲摇滚风的画石 让人刮目相看 表演结束以后 康震老师夸他有君子的气质 外表文静内向 内心却是坚韧刚烈 立场坚定永不妥协 甚至把他比喻成 茂林修竹 临风不曲折 玉立天地间 肖战本人非常喜欢竹子 在节目中分享了小时候 在语文课本上画竹子的记忆 先低一点钢笔墨水 然后用嘴吹开 竹子的枝鸭就成形了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 竹子也伴随着他的生活 肖战感慨说 竹子的颜色是四季长青 永远挺立在风中 在节目上 他也画了一副竹子 峡谷柔情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 难怪萨贝宁评见肖战身上有一股武侠风 肖战不但喜欢竹子 还用竹子的精神 不断勉励自己进步 既有底蕴又有思想 难怪他能成为人见人爱的正人君子 既明争后 肖战与萨贝宁再次合作 相信也能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 同时肖战又一次解锁了主播的身份 虽然这已经不是肖战第一次直播 但这一次的形式 显然与之前的大不一样 锁定8月11号 期待肖战与尼萨的组合 有道是锦上天花翼 雪中送碳南 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景剧 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 是人们在千百年间生活历练的总结 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有些事只有经历了吃过亏才明白 人虽然应该保有一颗善良的心 但也要有一颗警惕的心 这世上有真情在 但难有免费的午餐 玉谷瑶从3月24号到8月4号 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拍摄 历经高温酷暑风雨颠簸 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终于杀青了 人们也终于如约 等来了肖战的杀青小论文 一生小颖静想亲热与关爱 在观众的认知里 石颖是大神观 是个高高在上的存在 而肖战的这般称呼 或许在肖战的心里 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 但遭受太过悲惨 让人痛惜 这从最后的那一句诗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可以感受到 石颖的结局 可能比较落寞 当然肖战可能是跳脱于剧外 以现代人的思想去反观石颖 在境界上自有不同 也是让粉丝不禁大呼 石颖是人 肖战才是神 总的感觉 这篇小论文 有着喜悦和温情 虽然这四个月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罪 但是辛苦并快乐着 余生请多指教即将开播 未来不远王牌也会上线 不禁让人想起那篇小论文 挣扎迷茫 剖析 稀里稀外的人都是如此吧 陪伴着 编策着 指引着往手向前的是肖战的成长和斗志 通篇是审视和思考 那时的外部环境 他从未明说 但前后两篇小论文对比之下 两番境遇 两番心境 不禁让人感叹 肖战很坚强 但也是人 也会痛苦迷茫和受伤 记得当时爆出参演王牌的时候 是又惊喜又难以相信 当然这部剧是早就签好的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能够顺利进行 也是排除万难的 如今从这部剧的种种迹象来看 肖战和粉丝们当时想得太简单 娱乐圈是个势力场 讲的是利益互换 资源互换 各取所需 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以当时的形势来看 再明显不过 只希望肖战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的作品 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当然也只是希望如此 所谓肖战熬过了辛苦 走出了困境 归来依旧是王者 不再委屈 不仅令人感叹 红是真好 另外还有一则消息 微博将下线明星势力榜 对于一直坚持打榜的粉丝来说 还挺突然的 官方自有全局性的考虑 但是网络上存在很多的问题 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治理 微博一向的风评并不良好 舆论 活动一旦与金钱挂钩 又哪里有公平公正 治理也是势在必行 粉丝们这时要专注自家 多看扫动 近代顾医生上线吧 最后小编想说 肖战因为过于干净 在娱乐圈的路走得格外艰辛 却也因为他的干净纯粹 顶住了来袭的狂风暴雨 在乌浊的娱乐圈 他如角角明珠 无比珍贵 激发了人们无限的喜爱与保护雨 他又是无畏无惧的强者 敢于挑战未来 敢于永攀高峰 令人佩服 往后余生不求事事顺利 但求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山高水远 进步畅游 前不久由肖战 任敏主演的电视剧 玉谷瑶正式杀青 这部剧从三月开始拍摄至今 也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鹅厂又收到了一部仙侠剧 同时还是顶流出演的项目 无意外 这部剧将在明年上线播出 前不久导演还透露 会在暑期档播出 期待吧 肖战在杀青那日 有关威和鹅厂 以及出演艺人 纷纷都放出杀青照片 以及花絮 近日有网友曝光 当天杀青更多的花絮照 其中肖战和任敏 在这部剧中的替身 也被曝光 只见在肖战和任敏身后 有两位演员 和主演服装基本一致 仔细看 就连头上的头饰 都是一模一样 可以说是替身无疑 但整体的气质 还是差别蛮大的 感觉更像是5T 现如今 一部影视剧中的替身 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不管是5T 还是普通的替身 但替身一直以来 都不会出现在镜头面前 这次如果不是路透图 想来也不会被发现 一般来说 替身的选择 最重要的便是身形 和出演者相似 圈里很多艺人 还会有御用替身 因为这些替身 在长相上和艺人 也会有几分相似 所以之后 在很多影视剧 都会有合作 也有不少替身 因为长期出圈 而被网友关注 总的来说 替身也需要自身具备优势 这样才会被导演选择 而玉谷瑶这部剧 也是肖战首次出演的仙侠剧 网友对作品的期待值 还是非常高的 从放出的花絮和片花来看 肖战的表演功底 以及台词都很不错 似乎已经预示着 这部剧定然会成功 另外 女主这个选角 一开始官宣时 其实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毕竟是仙侠剧 大家一贯的印象 觉得女主需要掀起一些 人敏更多的是灵动 再加上齐刘海这个造型 也给角色增加了不少的俏皮感 但在片花中 人敏的表现 表现出了很多让人意外 感觉会给大家 呈现一个很好的主演 玉谷瑶这部剧 从开始拍摄 就受到了不小的关注 甚至在未官宣前 就已经有肖战要出演的消息 在网上流传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部剧 因为原著文笔一般 并不算是一部很出圈的小说 但鹅场却将这个项目 推给了顶流出演 事实上原著不出圈 是真 文笔一般是真 可故事的框架 却十分不错 这也是鹅场 购买下版权的重要原因 原著本身是大女主的作品 经过剧本改编 现成为了大男主的作品 另外 据媒体爆料 剧本方面与原著有很大的变化 原著以男女情感为主线 但剧本则以天下苍生为核心 其实这种核心上升后 还比较容易受观众喜爱 若是从头到尾 紧紧爱爱 反而毫无亮点 一部好的作品 剧本 制作组和演员 三样都不可缺少 目前来看 演员这一块肯定没问题 就看后期播出的故事情节 是否能够打动观众 期待播出